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總結今天我們又出來巡談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這一間 之前有拍過一部就是打那個什麼 含笑半部巔的這一場 然後我們這次來就是稍微再巡一下小玩笑 但是我們來這邊有看到蠻多一些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有看到那個 雷神索爾的雷神之槌 不能走動啊 小幫手變白咖了 跨年啊從那個去頂樓看煙火 自己那個才扯咧 第一次看到階梯 快一點 第二次回來啊 嚇過了 真的厲害 摔在同一個地方 好啦那我們就再來玩一下 然後我們的鏡頭沒辦法動得很靈敏 好啦我們就來小玩一下這台 這台蠻屌的喔你看 夾送鬼滅之刃 正版的然後現當刃你看 夾2夾4夾6送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 但是台姓我還不知道 它是台姓如何 但是感覺是大甩的 是啊 它起來有點下放的感覺 但是它有缺點喔 什麼缺點 綁線 不是 它那個斜坡 它整個檯面是斜裡面的 所以東西也許很難出來 一二外丟 沒有 小試一下耶 不見得我們一定要夾 一定要拚 就小試一下 我是蠻想要拚這種 這種長盒的我還沒有打過 對 它是 爪子不夠靈敏 來囉 看到就失希望了喔 我覺得可以前推 對 對 拍鍵的時候它很靈敏 對 它拍鍵有時候不太靈敏 出 對 往右丟 對啊 欸 我先試這一個 因為這個不是中的嗎 二樓 它的二樓喔 試試看 它甩起來其實有點 不知道 還可以啦 只是按鍵我覺得有點硬 放 起來 哎呀 往右邊去啦 因為它全部都是 它是斜坡啊 所以會 很容易進去 幾次啦 這時候我就甩這一個看好了 甩下面這一個 看甩起來有沒有辦法把它 一個脫鉤 脫鉤 跨著然後它躺掉 這樣 合起來 脫 脫 差一點 放 這台台性是 我覺得台性是不難打的 就是它防禦 它的防禦 台面鞋再加上前面再行 它雙鞋 撞它 但是 我們要想辦法丟正門 我覺得正門可以出 幾隻把會不會脫 幾隻把會脫 幾隻把會脫 而且我們剛剛 我剛剛那一下還沒有到很薄 這當然這台台性是真的 它抓起來 它丟感其實 它是靠甩幅在丟 它不是靠裡面的圍洞在丟 挑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拚兩盒 可以 兩盒應該可以 不理我 不理我 這一個能夠彈在45度最好 它要很大力 哇 沒有倒 我先試一下這盒 這盒能不能讓它在正門 那你後盤 大拖 但是它很有機會直接捏到 直接低一下脫掉 因為它這一台其實甩不夠大 爪力也夠 但是就是二收 按大力一點 大力到中間 我怕它等一下轉轉 因為我覺得以它的甩幅 還有它的爪力 它爪力是蠻強的 但是那一盒 這一盒真的是偏重 我正想辦法抓到 稍微寬 起來第一下 啪掉 這樣 啊 整個包過 很薄 脫 這時候抓下面 想辦法要把它先拖正門 來了正門了 過去啊 我想要出兩個都是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我覺得可以打 脫 這一種我覺得可以打 但是如果去拚那種像 善自郎那一種的 太輕了 脫光 哇靠 太晚脫 我覺得剛剛那一下 它在上面脫 有有有有 它在上面脫 有有有有 可以可以 因為這台台信真的是本來 感覺打起來就覺得知道 不太難 但是它是有防禦在 夠保就可以了 你拿起來有沒有很重 這一盒是我第一次打 第一次打這個 我上次在六盒會點 對 上次在這個 米豆子 而且它重量是有的 有啊它這個 盒子的重量 還有它的整個盒礦 這一個 這個覺得就會脫光 我要留一隻 好啊 脫 來了來了 後盤 沒有先封 我們不能急著打 起來脫光 欸 怎麼辦 這個 都想要一起來 好 我拼 我直接拼45度角這個 要夠薄 夠薄 然後二收件 你我一下拜託 哪裡一點 喔太薄 太薄了 吃到一下 吃到一個薄就有了 太多 可惡啊 太多了 要嘛太薄 要嘛吃太多 夾飾喔 夾飾我覺得稍微 其實也還好 我們主要 可以想辦法去弓它 這個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把 看自然拉走 把米豆子 拉出來 喔 因為它那個米豆子 是拉得出來的 這個先拉走 我要知道嗎 所以因為它 它右邊其實沒有到死位 它右邊也是有用這種黃色板子 當斜坡 可是它有拉線 夠長 夠長 你看就知道了 只要下去 就算是拉線 下去它那個 通話線還有很多空間的話 其實都還好 你看不會啊 它拉線 它的通話線還很鬆 看能不能插到這個洞 這邊這邊 這邊有的洞 喔 走了喔 因為我想說要不要拼 夾式拿那個 那是什麼 看一下喔 啊炭治郎 好吃喔 這鬼滅的炭治郎 那一隻如果出來的話 上面掉了它就 整除其實就差不多了 可以讓它稍微的位置再緊一點 我們花個 最好是花一點錢 拉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們那個 花錢拉位置其實 要看商品啊 公仔的話我覺得蠻值得做的 有些人會覺得浪費錢 有些人就會講說 我看它技術很好 喂不用動 有啊 有啦就是這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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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動 怎麼這麼講 就是你花一點錢 那個挖真的是划算的 讓它整個更密了 也許它打到 很多公仔 它自己還彈過來 挖動 啊怎麼上面那個跟著動 欸我不是要你啊 它這個跑出來了 嗯 應該夾什麼啊 有了有空間了 你看我們現在在打 940還好 其實如果我們現在要拚夾式的話 真的是要花錢 你說兩次了 要多講啊 其實我一直多講是想說 這樣是 讓人家看不會那麼無聊 雖然看起來是 講耍不夠的喔 一直講 但是你喜歡看一個 什麼都不講 然後就這樣一直講 或者是不要說夾啊 你就這樣一直 一直做它的 不講 想到它的路 那我知道 天公 嗯 天公 後跑 下放 來 後跑 下放 來 足夠 欸 你看 所以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做那個 拉的 拉的這個動作 你看這個多重要 你看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把碳汁醬 把它稍微拉在這裡的話 也許剛剛那一下會拿錯 好脫鉤 謝謝 哎唷 差點 我以為會肥奔耶 剛剛那個薄度 這個咧 這個太厚了 但是 但是那邊都已經 封的還不錯 但是拉 再拉東西出來會更好 再拉 拉東西出來 把那個 別人過去 想說什麼 米豆子 誰 你啊 沒有蝴蝶了啊 只是我現在 我們現在夾二了嘛 對不對 對啊 上過了 欸我這個 前推下放 我這個前推 怎麼會 好 它放原地啊 過去 水啦 好我先把那個東西挖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裡面的公仔 很多 幾乎動不了 出來了吧 這時候再挖 前推 這時候再挖這個 先推拉上去 等一下 好 漂亮 先攻 退攻了 他怎麼 出現怪異 甩幅開始做 因為我現在開始甩幅越做越大 可能 千萬不要斷爪 脫 千萬不要斷爪 脫 喔 喔 你這把就行了 我們這一波 夾三耶 對啊夾三了 但是我們這一波 拉上去 拉這個上去 你看 瞬間 再一個寶 再一個寶 啊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 你怪怪在那裡 我們夾四 就好 真的喔 我怎麼迷豆子還在那 喔 其實這一台我覺得要拼到夾六也不難 因為我們把最主要那個好打的都打掉了 誒剛這下沒過電源耶 沒過耶 這個要想辦法先讓他過來 我們要去做裡面的再說 但是我現在 直上一下我是怕會丟進去而已 但是應該是還好 飛奔出來 唉唷 甩打 甩打一下 可以吧 可以啊這是甩幅 哇賽這個還不能打 甩打 四盒 欸我們這一波輕鬆對不對 甩四的話 當然喔怎麼辦 欸你要想喔 你看喔 我們甩六的話我們可以拿兩盒 甩六的話還是只能拿一盒 等一下可以拿兩個商品 還有一個可以拿米豆子 但是我覺得 無所謂啊 打吧 後盤會不會出 後盤會不會 他後盤下放 這台台線本來就不難啊 應該不太可能 但是變個位置就好 喔活到 哇沒有後盤 欸 只夾一次就好 我可以再小玩一下可以 反正我們現在是OK的啊 有扣打可以玩 因為我們四盒老子夾都打 沒有到很多 不 不 不啊 這角度呢 這角度可以可以試試看 來先拉先拉 換個位子啊你 來 直接啦 後盤啊 燙 欸 有沒有屌不屌 你看這個這個縫 然後可以這樣 然後很穩的這樣下去 你說卡在這裡就算了 他這樣剛剛好這樣下去 差點 看 事實證明叫我們不要拚 怎麼會這樣 我沒想說粗了 不要玩了 哭哭 因為我們這一波真的是完全沒運 你看 我的炭治療擋在這裡已經很剛好 然後他這邊就剛好一個標準盒的縫 他竟然有辦法這樣 這樣子彈下去 就算了 就算了 但是你看我們夾了四盒米豆子 但是OK啦 你看我們夾了四盒米豆子 然後可以送一個這個炭治療 我先拿下來 等一下我再傳給台主一下 炭治療 還不錯啊 B賞啊 這正版的 B賞 B賞 好啦 我們就夾這四盒吧 其實這一台它看似它有兩個防禦 它的檯面是斜裡面的 然後它的洞口再斜一個擋板 但它基本上它抬心不來 它甩步很大 然後後方下放 然後捏薄 這種盒子 這個又重量又有重量 這個穩脫的 所以我們打這一波是蠻划算的 原本我們這一波大概打900左右 我們這一波打四盒 再送一個一般賞 嗯 900塊左右 然後我們後面補了200塊回去 就稍微想說要試一下 要想要拼夾溜 對啊 結果試一次結果那個 蝴蝶人躺掉 我們想說哇運沒了就算了 對 適可而止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抽這個米豆子送給大家 好 因為我夾四個 那這個米豆子的抽點辦法 要再片尾 大家再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見 拜拜 還有好賣 這些都是我的 及時 不一樣的 我們是說 好賣 怎麼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